第三場比賽 劉平原對陣張美萱 接下來是盈亮級的對決 劉平原和張美萱 將在瑞武類台上狹路相逢 來決定誰才是 100萬元人民幣獎金 和盈亮級中國冠軍的贏家 兩位選手都在擊敗了 實力戰將上制法後 殺入百萬爭霸賽 這將是兩人之間第三次交鋒 兩人曾各自勝過一場 而在今天的決勝局裡 一切將塵埃落定 到底誰會勝出呢 敏捷靈活的劉平原 還是力大兇猛的張美萱 答案即將揭曉 好 觀眾朋友 現在第三場比賽的兩位主角 馬上出場了 首先出場的是劉平原 劉平原 OK 我們看到劉平原身後呢 跟的是他的老師敖海林 然後再往後的這位呢 我們想MMA圈裡的人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 他叫安培 是一位體能訓練師 非常著名的體能訓練師 核心力量 安培呢 大家應該知道有一個叫 在國內很早有一群 叫惡同軍團的 MMA主持人 也是國內是最早的 他是其中的一員 這一次呢 劉平原和他的老師敖之島呢 也是為了台灣爭霸吧 特意請了這個在國內非常資深的 一個力量 核心力量的一個老師 安排來指導他 幫助他 希望對這個劉平原的有受幫助吧 好 我們來看看劉平原 劉平原今年才19歲 年齡非常小 來自河南 訓練力呢 是在北京身高1米1200 其重57公斤 他呢擅長的是巴西柔術和拳擊 瑞武戰績是4勝2負 應該說這個成績呢 有勝有負 勝多負少 是的 但是這名選手 他的優勢就是年輕 要提到的一點就是 國內的第一場MMA的比賽 其實就是這個 安培首帶的這個組織 就是惡同軍團的 前身裡頭有一位成員叫徐小東 徐小東和一位叫美籍的安迪 這兩位是中國最早的兩位 MMA的推廣者 他們倆之間打過一場 中國第一場的MMA賽事也是 嗯 雖然這個年紀小 但是呢在MMA賽場上算是老隊員 今天我們看看這個劉平原 能不能發揮出自己的身高必長的優勢 因為他的對手身高要比他矮一些 年齡比他大一點 是的 好 這是張美萱 是的 張美萱 他身高一米六七 比立軍原少了五公分 對 來了很多 體重一樣 他呢主要擅長的是散打 今年22歲 22歲的年齡 隊伍戰績是三勝一步 要提到的 現在我們看到張美萱旁邊的這個 為外國人 是加拿大人 叫Wan Anderson 他是中國的 他雖然是外籍人 但是他是中國的MMA老將 因為他的大部分的比賽呢 都是在大陸 還有亞太地區打的 所以說他對中國的MMA的影響 是很重的 他最早也是在北京安卓社館的 餘樂教練 是的 西安體院為了提高自己的 隊員的MMA綜合素質 然後特別請了這個外籍的這位 王安德森來幫忙 王安德森有一個優勢 是他會做漢語 同時我們還有一個 特別意思的一點是 王安德森和劉平原的老師 敖海林當年打過MMA比賽 當然王安德森西敗給了敖海林 所以說這點是兩個弟子之間的爭奪 好的 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雙方選手 藍方選手來自河南 銳武戰績四勝兩副 身高172公分 體重57公斤 代表北京敖海林俱樂部 出戰的劉平原 好 他的對手 紅方選手來自貴州 銳武戰績三勝一副 身高167公分 體重57公斤 代表北京少林五校出戰的張美軒 提醒一下我們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睜大眼睛 請注意這個八角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接下來讓我們有請本場比賽的場上裁判員 杰倫佛羅先生有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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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好 觀眾朋友 第三場比賽的第一回合開始了 我们看到这个刘平原和张美轩 张美轩爱了两拳 这个刘平原呢身高比长 所以他发挥他的优势利用拳来打 这样的话呢张美轩好像只能用 起这个边腿高边腿 两个小家打得很猛 很猛 一上来就猛 他们两个人没有试探性的进攻 因为两个人太熟悉了 是的这两个名选手其实是 虽然说是新型代 新型代但是两名选手真是结合了 中国的所有的最好的 MMA的团队的教练的 所有的战术分析安排 都记住了他们两个选手 我们看到张美轩现在翻上来了 是的龙边进入龙边 这是应该是战术安排 对 这时候我们看看刘平原能不能 从这个被张美轩加入这个 头能不能摆脱出来 这时候呢想用力量摆脱 看来难度还是有点大 张美轩力量不错 把脖子锁住了 刘平原刘平原到了侧面 虽然夹住了头 但是对刘平原来说 刘平原是有优势的 到了南北姿态 南北姿态对张美轩来说 没有优势 这时候呢我们看到 这个一个左手 夹住张美轩的头 然后要骑上去 要骑上去 看能不能骑得上去 进入了半封闭的防守中 张美轩进入了半封闭的防守中 刘平原使用了一个类似于断头台的技术 没有成功被翻过来了 又翻过来了 两个人不停地交换位置 是 级别很小 体重很轻 很容易被翻过来的 现在又进入了封闭失望手 嗨盖高 高位十字顾 就是在一个十字顾的变种 我们来看一看 看看张美轩能不能像刚才这个刘平原的技术 进步的好快呀 会不断的转换他的柔术技巧 又要转成下位十字顾 打击 很重很重 成功了成功了吗 十字顾十字顾 十字顾看能做出过 没有 没有 没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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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十字顾做的和炸鸡都用得很棒 这两个人锁住 但是我认为这个十字顾 刚才应该是对张美轩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对 锁脚 这时候锁脚没锁住 没有锁住 哇 地面出击 两下 重击 用肘 肘击 刘平原我们看刚才 哎 这是锁脚 锁脚怀 锁脚怀了 锁脚怀 两人互相锁 这是猪跟钩 对膝盖进行攻击的很危险 看能不能锁住 很危险 很危险的一个动作 嗯 又脱扣 又脱扣了 节奏很快 两位选手 小级别 这个时候 缠住 又要做他的猪跟钩吗 结束刘平原干脆逃到地上 两个人的体能消耗都非常大 这时候大家都喘口气 这时候场外观众也是一阵 好 抱怨热烈的掌声 随机 哎 又要做猪跟钩吗 又锁住了 锁住了 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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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他吧 认输了认输了 被张美轩做了猪跟钩 认输了 我们看五分钟的比赛 又打了三分多一点 今天是怎么了今天 今天的比赛都没有过第一回合 好 张美轩复仇成功 对膝盖进行了很大的攻击 很危险 很危险 不过膝盖有没有严重受伤 这个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都没有想到 是的 三场比赛都没过第一回合 这是说到这个张美轩 是一个 张美轩和刘平原 进步都是非常快 他们跟我讲过 张美轩实际的时候特别认真 也是这种认真 给他带来的这种胜利 看来刚才那个十字骨其实应该差不多了 已经很到位了 但是张美轩硬把它搬回来了 应该是有受伤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有一定的受伤 但是他应该是用毅力抗住了 这个刘平原非常漂亮 19岁的小将刘平原 没能够撑到最后 这个张美轩获得了 赢量级的金腰带 有白蜡 就像你说的这个张美轩呢 帮他的师傅是报了一件之仇了 算是报了 好的 我们第三场百万争霸赛 最后的结果是 我们的红方选手足根哥获胜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锐舞中级格斗创始人之一的 乔瑞克先生 颁发中国MMA57公斤 银量级全国冠军的金腰带 也让我们有请国家体育总局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殉进三部部长周金彪先生 颁发奖金支票 给我们的获胜选手张美轩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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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現場的先生女士們 你們的冠軍是張美炫 怎麼樣 現在的心情很開心了 在贏的那一瞬間 我看到你翻來翻去 還做一個後空翻 真的很興奮 感謝那麼多人對我的支持 真的謝謝你們 沒錯 剛剛在場上打的同時 你有沒有聽到在擂台的左邊 有一大堆人在尖叫你的名字 在為你打氣 有聽到嗎 有聽到 那有沒有什麼話要對那些 被為你加油的粉絲朋友們說呢 真的 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還有我的女朋友大老遠 從西安跑來給我加油助威 女朋友有來現場對不對 站起來跟大家招招手好不好 恭喜 其實女朋友應該是很傷心 就是萬一如果你沒有獲勝的話 他最擔心的是萬一你受傷 那在比賽之前呢 他都是給你什麼樣子的鼓勵呢 我每次比賽他對我都挺有信心的 因為我有實力 不錯 不錯 OK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問你說 你得到了這一百萬 你打算要怎麼樣運用這一筆財產 你現在已經是百萬富翁了耶 首先真的我父母親 那麼多年我練三打 練這個綜合搏擊 家裡人都挺支持我 還有我的爺爺奶奶 他們都在家裡的電視機前看著我 真的 非常感謝家裡人 我這百萬我首先我得給家裡一部分 然後自己發展一些事業幹什麼的 真的爺爺奶奶爸媽 我愛你們 怎麼樣告訴大家 明年的賽事還會繼續嗎 還會繼續朝格鬥這條路發展嗎 應該會的 因為這段時間 感謝我們的趙老師 還有安德森教練 真的對我們訓練量要求非常高 所以我才能達到今天的成績 謝謝 謝謝趙老師 謝謝安德森教練 OK 再一次恭喜你 內蒙的朋友們 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給張美炫好不好 讓大家看一下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你給大家看一下 沒錯 100萬人民幣 耶 恭喜恭喜 恭喜